成长有两个途径 上课和上当 不上课就会上当 认知也有两个途径 教育和教训 不被教育就被教训 欢迎大家来到互动学堂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成长 上一堂课 我们讲了影响力 很多学员反应 他要成为在团队里 在组织当中 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物 其实在一个组织的发展过程当中 大多数人 你都不可能去成就别人 但是你能够影响别人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为周围的人 带去希望和动力 其实呢 影响力最重要的一点 不仅是你要去影响别人 最重要是 你要有意愿接受别人对你的影响 所以要在组织当中发展 要赚到钱 实现我们自由认识的梦想 在影响力这个环节 我们只需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 做一个能影响别人的人 第二 做一个愿意被别人影响的人 这两点非常重要 那当你了解到领导力 管理力 执行力 传播力 还有影响力 那接下来呢 怎么样寻找一个机会 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 能够实现我们的梦想 达成我们的目标 这是我们要探讨这个话题 那今天呢 我们探讨财富 一讲赚钱呢 大家很兴奋 我也很兴奋 但一看现状呢 很多人就后悔 所以如果当初 哎呀 自己如果这样做 那现在就不至于这么辛苦 换句话说 我们总感觉到 我们错过了很多机会 乐观一点的人 会寄希望于未来 悲观一点的会说 现在啊 没有什么机会了 你看以前赚钱多容易啊 但那时候呢 没赶上 其实每一次财富浪潮 我们都身在其中 但是为什么 没有走到理想的现实 我们回顾一下吧 接下来听课的有北美的学院 有欧洲的学院 也有马来西亚 新加坡 香港 台湾 日本 很多 城市来的朋友 那么你回想一下 在你那个地方 你成长的时候 当你有能力去投入社会 去获得个人报酬的时候 你想你经历的事情 还历历在目 就拿我来讲啊 我是存在中国大陆 后来才移民到北美 你看我们当时啊 我就记得 在中国大陆有几波浪潮 改开放之后 最早是什么呢 最早就是个体经济嘛 大概中国大陆是1978年 1979年改开放 那个时候 如果你真的是 看到了这个浪潮 哎呀 觉得个体经济到来了 当别人认为你是投机倒板 因为你是倒买倒卖 因为你是小商小贩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来 去做这件事情 那你肯定赚钱嘛 所以中国大陆 最早啊 就是个体经济的时代 大概从1975年开始 那时候大概有多少倍的收益 我记得当时我在东北哈 就是跑到广州 去寄点服装 倒洞过来 然后去卖 至少是二三十倍的收益 就说你买一个 进一个大概200多块钱的 那时候没有那么贵的哈 大概10块钱 你回来可以卖200 那时候收益非常大 那时候我记得有叫马胜利啊 一开始也是一样 被称为创富标杆 那你说 哎呀我这个错过了 当时各地经济 我在单位上班 在国营企业 有很好的机会 我当时呢不能离开嘛 铁饭碗嘛 后悔了 所以当然很多人没有下海经商 那现在接一些波浪潮就来了 接来大概1986年 记得中国大陆是股票经济 那时候的股票跟你现在所理解的股票市场是不一样的 不是很成熟哈 刚开始 我记得当时呢 1980年我刚刚上大学一年级哈 也接触到一些社会上的人 当时我记得在长春有华联呢 这个说要上市 当时说原始股 不懂什么原始股啊 那个时候谁都不敢买 一块钱人民币 一股不敢买 有的更少 那几毛钱吧 所以没有办法 因为股票如果卖不出去呢 那个 就不能上市嘛 所以没有办法 那时候是政府摊派 如果你的公司 或者你企业要上市 那工厂上市了 那么企业给你分这个原始股 当成福利 然后政府摊派 大家必须得买 不买啊 不买办法 摊派啊 你就得买 有的买了怎么办呢 觉得我这原始股 不值钱嘛 因为人们看不到远远的未来 所以呢 私下就有交易 有的人呢 就把这原始股给卖了 当然很便宜的卖掉了嘛 反正政府摊派来的 有的单位发的股票 他就卖掉了 但是后来大家知道了 大概在1990年左右吧 中国的股票市场 这件市场就开始建立 那是多少啊 那当初几年前买的原始股 40倍到50倍的成长 你看股票经济 过了之后啊 很多就羡慕了什么养百万 这个出现很多股神 其实都是最早 他们相信了一件事情 然后他们去做 然后他们去坚持 抬走的理想的结果 那个人当初把原始股 卖掉的人很可惜啊 我记得几年前 还有个朋友跟我一起 吃饭喝酒啊 谈几段经历 当然他不是最早 这个股票经济 都到后来了 像中国平安 是包围公司 那刚上市的时候 股价比较低啊 那他呢 就是朋友嘛 他是大老板 找他帮忙 没办法 说你认购一点 他也买了很多股票 买之后呢 结果自己做生意的出事了 就蹲监狱了 蹲监狱之后呢 当然蹲了好多年嘛 他也没有能力去行权 大家都觉得股市这样啊 把股票就卖掉了 那他呢 在监狱里边就没有卖 等他出了 瑞康 哎呀 不得了 这股票涨到 他什么事都不能干了 也不需要干了啊 那你看这波经济 很多人又错过了 那你说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了 现在股票股市都涨成这样了 没有机会了 那在1988年 中国大陆经历一次机会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地产经济 房地产 中国大陆的朋友 你现在还先临其境 哪怕你是来自于马来西亚 新加坡的 你也一定会听说过 中国大陆 这个房地产创付的故事 从1988年开始 一开始海南嘛 还有这个北海 先开始房地产 随后呢 才建立了北山广深 你看这几波 整个房地产这个收益多少呢 大概是100倍到200倍 这样的收益 如果买地更赚了吧 那时候是在海南 在北海 我记得 有的朋友去 某位去考察嘛 三五十万人民币 就可以买块很大的地平 那在海南一开始炒地平 根本就不去建房嘛 然后在手里边握了几年之后 握了几年 然后呢 这个市场起来了 然后就卖掉了 你别说你做开发商 就做小小的投资者也不得了 那一开始 那个北京的房子多少钱呢 那就几万块钱 就可以买一套啊 那后来涨的呢 上百万 甚至上千万 所以在最早投资地产呢 是十 大概是100倍到200倍这样的成长 有的人说又错过了 这个没有机会了 尤其很多人说你看这个北京啊 就现在涨的啊 旧不买 我叫你跌 跌了我再买 错过机会的时候呢 人们总这样的心理 然后后来一波浪号就来了 电子商务嘛 是从中国的中关村开始的 那个时间大概是1990年 我记得啊 就传统电子商务 什么陈田桥啊 什么这个 马云啊 还有这个丁磊啊 都那时候开始的 你知道那时候马云 投多少钱呢 马云开始他的公司就凑了十多万人民币 开始创业的 那时候没有钱呢 当然多少倍的成长呢 那后来故事大家都知道 最早搞电子商务那些人 传统的啊 建立公司做电子商务的人 那都是至少是200倍到300倍成长 当像马云丁磊这样 那财富增长 他注意暴涨啊 更多了 你说老师错过了 那从2010年开始就十年前呢 又来了波浪潮 这波浪潮什么呢 是个体知识经济的崛起 就说你之前在某一方有个本事 你可以把你的知识 转换成市场价值或者利润 可以换钱 那中国大陆 大家都听说过 有一个叫罗帕啊 在喜马拉雅开了个节目 火得不得了啊 后来呢 创造一个平台 然后呢 现在也继续赚钱 大概每年有十几个亿左右吧 吴小波也是一样啊 吴小波写了很多财经类的著作 那后来呢 也是开了一个频道 靠自己的个体的知识经济 然后来获取财富 还有最近老罗 新一代的老的网红为代表的 老日年龄啊 新的是最近才介入的 那也是一样啊 前段时间这个 罗罗号老罗啊 在这个 一个节目里采访说嘛 他在以前呢 签的钱呢 现在还的差不多了 最近你看疫情这段时间 一年多时间 他还到了四个亿 他现在还差两亿 这两亿都有信心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 这个钱就还上 那靠什么呢 就这波浪潮啊 这波浪潮年很多 像李佳琪是这个 在百货店 是这个卖口红的嘛 卖着服务品的嘛 后来成为网红 都有这样的经历 这波浪潮了 那安波老师啊 那还有机会吗 当然还有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从今年开始的 当然以前也有哈 只不过今年呢 更加显现出来 让我们看到这个机会的来历 换句话说 他成为那种趋势 成为那种浪潮 那财富浪潮什么 你不可阻挡 这一波又一波来 这波来了 你抓住了 就成为弄潮尔 你就成为一个领航者 如果没有抓住 就错过了 你就等下一波 但是各位啊 像我们那个年龄的人呢 我知道你还年轻啊 你还有机会啊 但人的一生当中 有几波浪潮啊 不太好遇啊 一个浪潮到来到黄金期啊 超四浪期 其实就那么三五年 十年八年的时间 当然还有机会 你说老师现在股市没有机会吗 有 谁说没有 绝对有 你可能错过了中国到了1986年 当然很多今天来听节目的人 都是在一面海外的朋友 你有机会啊 你比如说美股 如果你在K母会女士买特斯拉的时候 那时候你用同样的这个价钱 你不买车吗 你拿着钱买特斯拉股票 你当然也算了吗 你不用那个时候 就是几个月前吧 就几个月前在爱莫老师买特斯拉的时候 大概四月之前呢 那时候你入市啊 你这个建仓 那你你也可能赚钱吗 就哪怕现在这个动荡 今天卖了也赚钱吗 我记得我买这个特斯拉的时候 那股票是900块钱 美金呢 那现在分财之后 至少按照原来价钱应该是有2000吧 400多块钱吗 1比5分财 4 5 2千 对啊 那你900买的2000 卖的不也是成倍吗 当然将来怎么样啊 不知道啊 这个投资有风险 你上楼房子呢 那房子有机会啊 你在中国大陆错那个机会 我就见证了北美 房子涨的那个十年 亲自见证 但我在加拿大嘛 加拿大房市那个前段时间不太好 就我见证了整个那十年 见证了 跟我所看到中国大陆经历的事件 是一模一样的 但现在这个 据说美国的房市呢 现在有起色啊 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机会是随时都存在的 在于你今天能不能去识别 能不能看到 这个财富浪潮的到来 然后呢 深知其中 参与军区 来获得你想的结果 那很多人着急 蓝牧老师 你赶紧给我讲 下一波财富浪潮是什么 这波浪潮是什么 2020年呢 一个特殊的年份 让以往累积了几年的 这个浪潮 在2020年就爆发了 那这次浪潮 我相信至少会持续十年八年 如果那每一阶段延伸好了 可能更长久 会成为下一个 致富时代当中 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这么一个时代 这就是平台经济 我一会儿要详细来讲 平台经这次浪潮 它是怎么出现的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怎么样能够 在这一次财富浪潮当中 把以前所失去的 所有的机会 在这一次能够拿到手 但是各位啊 你要回想一下 在以前几次机会到来的时候 你在哪里啊 也就是说 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在哪里 而当你手中握有机会的时候 你又做了什么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就得先是检讨自己 我们的科认认知嘛 检讨自己的认知 以前这几波浪潮 不管你是赚钱了 还没赚钱 你都要总结 有的人虽然赚钱了是偶然的 你不是股票的当时就买了 有的人忘了放那后来就涨了嘛 有的人房子就是买了嘛 他人就在深圳嘛 就在北京嘛 当时钱没人放嘛 又喜欢房子嘛 那就买了嘛 当时买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会涨那么多 就像我一个大学的同班同学 去年我跟他去看北极光 他说 我这个也 这个钱我也 花不了那么多 而且工资蛮高的 他也不是做满资争 就工资嘛 当时一月就一万块钱人民币嘛 他说我涨了钱就买房子嘛 那现在是5000人民币的身价嘛 在深圳有几套房子嘛 就这样吧 但是 有一点要记住 在检讨自己的时候 有的人呢 错把时代给他的机会 当成了个人能力 也说以前虽然赚到钱了 但不是你个人能力 不是你的主动行为 不是你的策划 不是你的战略 而是什么呢 你刚好赶上了 那么现在呢 在这一波财富浪潮 要有计划的 有目的的 有战略的 抓这个机会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先检讨自己的认知 以前赔钱了 不用着急 机会来了 还有 以前赚钱了 也不要太得意 检讨要自己 认知当中 还有哪些缺陷 不要在新的浪潮当中 或者新的投资行为里边 失去你以前的财富 有一种认知啊 不管财富浪潮来多少次 哪怕浪潮就在你家门口 惊涨派案 汹涌澎湃 有谁又抓不住 为什么 认知障碍 你看个体经济 1907年来的时候 那时候你不敢 1986年 股票经济来的时候 你不信 1988年 地产经济来的时候 你不做 1996年 电子商务经济来的时候 你不试 2010年 个体资金来的时候 你说你不会 那这次2020年 平台经济来的时候 很多人说我不懂 如果这样的认知 你怎么能抓住这个机会呢 所以我觉得 让我抓住机会 还是改变认知 这是今天为什么 跟各位探讨 这堂课的重要的原因 财富浪潮 如何抓住他 这个很重要 机会来了 了解他 抓住他 那平台经济来的时候 这时候你需要什么呢 除了领导力 管理力 执行力 沟通力 影响力 要懂得什么 叫平台力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平台的建造者 恭喜你 在平台经济到来的时候 你可以借助平台来赚钱 但如果今天没有能力 建造这个平台呢 还有机会 借助某一个平台 来实现自己的创业的梦想 那平台力 对我们每个人来讲 都非常重要 如果今天你真的能够 识别出一个好的平台 能够有眼光 看到这个机会的来历 并且借助这个平台 来承载你的梦想 创造属于你的机会 这一波财富 你就弄丑耳 你就是财富的领跑者 领领者 那么在平台力量当中 我们要了解 他有这么几个特征 这几个特征非常重要 这也是构建 平台经营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要素 第一个产生平台经营 原因就是互联网的发展 而且互联网叠代速度非常快 你现在整个的宽带 每个国家呢 都是突飞猛进的 那下一步呢 是星链网 各位都听说过 就跟现在互联网概念 完全不一样 由马斯克来打造的 新链网 当然很多国家 组织个人也在做这件事情 整个做现在比较成功而已 比较快 很快预计今年年底 年初就基本就连上了 那什么时候运用 很快的 现在迭代速度非常快 还有这个万物互联 你看现在就那么一个手机 家里面所有东西 都连上了 冰箱 电视 还有这个 小的机器人 万物互联时代 所以就互联网迭代速度非常快 所以你现在判断这个平台 它有没有这个实力 没有这个发展前途 它能否借助互联网迭代这个技术 来成为平台的两种力量 那第二个就空间转换 空间转换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现在很多人呢 在互联网为核心的这个时代 就互联网文明 你要成为一个弄潮 而了解 在互联网时代这个创作的特征是什么 还有借助互联网的迭代 产生了一个空间的转变 我们以前讲过 宇宙有三个最终的要素 物质 时间和空间 被称为宇宙大法 也叫商业大法 成功大法 这人是物质 财富是物质 你卖的产品是物质 开的店是物质 那物质的那样决定 有四个要素 第一 大家还记得物质的本身 第二 这个物质跟什么物质交换 第三 这个物质的不同时间能量不一样 第四个 这个物质的不同的空间能量是不一样的 2020年呢 我们很明显的感到空间的变化 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2020年作为一个标志 人类进入了空间文明的时代 你看现在智能化 给你打断另外一个空间 非现场 现在做很多事 不一定去现场 我最近在加拿大做常规的提见也是一样的 以前呢 那你去 开一个讲答单 要亲自去的 现在不需要了 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 预约做好了 都不用见了医生 医生的问诊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去检查了 都可以了 我们现在做很多的业务也是一样的 非现场 还有不接触 这是空间的改变 不接触 你说老师 我们做组织 就要接触 你看你以前的认知 一讲到接触 就是见面吗 就是喝酒吗 就是咖啡厅吗 就是酒吧吗 或者吃点减餐吗 现在你做业务不一定接触 在前两天呢 大概半月的时间呢 我辅导一个500强的一个企业 就是用15天的时间 这个团队 没有见面 就是叫 我们叫空中作业 我是他们总顾问 空中作业的方法 业绩暴涨 使他以前的十几倍 就这15天 用这种方法 15天 非接触 不一定人见面就是接触 那现在这个微信群 现在各种社交媒体 都可以做啊 不一定见面的 现在整个这个视频 音频的展示 这工具太发达了 有时你见面 都不能解决问题 哎 线上就解决了 我们叫不接触 无纸化 你以前想到办公 想要是 现在都是无纸化 所以 都一定要了解个趋势啊 平台经营当中 很重要就是 互联网的迭代 互联网的技术 还有空间文明的建立 这个转换 如果今天不了解的话 各位你知道 以互联网为核心 空间文明作为标志的 这一类的公司跟产业 发展起来 会完全替代 以前的传统的企业 传统的组织 传统的做法 那有的看似 现在很赚钱呢 但跟你说 你可能是 未来几年是被替代的 被替代东西 就像当时手机 出现的时候 那很多人就把他 哎呀这当时 这不是手机吗 确实不是啊 他是什么呢 一出现的时候就断定 他是移动终端呢 了解特斯拉的朋友都知道 那特斯拉是汽车吗 不是 很多管教 大电脑 是一台移动的电脑 他就是一个电脑 加上能源嘛 所以现在汽车是什么呢 汽车跟几年前的手机 是一样的概念了 现在汽车也是移动终端呢 所以我们正式的 宣布 这个平台经济世界到来 他的特征 是不一样的规定了解 那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平台经济 它是进入某种生态链 有种生态链的支撑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已经拿特斯拉汽车来讲 它有一个生态链的支撑 所以为什么5G 被人们所关注 成为很多国家公司 争夺的制高点 因为5G普及之后 整个会改变 整个生态环境会改变 所以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 都可能会发生 那再过几年 就不一定安倍老师在这讲了 可能另外一个人在这讲 可能是人工智能 都有可能 孙老师 我还希望看着你本人 可以 但要适应这个时代 这个发展 所以生态是个支撑 整个全球是一种生态的循环 那平台这样的发展 必须有某种系统给你负能 如果负能了 这个平台呢 力量会增强 然后最后在某一个群里当中 借助社群产生的一遍 所以平台利益呢 大家就了解这么几个专业概念 就可以 深的东西不用太深究 主要是跟我们生物关系 我怎么借助平台能够赚到钱 这是各位所感兴趣的 那在那种生态还原当中 你如果看到平台的价值 如何介入平台系统 在大数据 人工智能时代 给自己的创富梦想来赋能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怎么来做呢 为大家提供一个模型啊 这个模型我觉得很重要啊 了解一下 如何借助平台力来赚钱 来聊这个模型啊 平台经济会带动新的一波财富的浪潮 不管你同不同意 它已经来了 苹果是什么 它不再是手机 现在平衡公司是一个平台 特斯拉是什么 不是一个电动车 特斯拉建立的是一个平台 微软是什么 它不是个软件 微软建造的是一个平台 亚马逊是什么 阿里巴巴是什么 它不再是一个电子商务 卖一些线上的产品 它已经成为一个平台 所以给我了解啊 不管你同不同意 不管你 承不承认 不管你参不参与 这个平台的经济已经到来 所以今天各位 你现在所从事的平台也是一样的 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产品 它是一个平台 产品只是即刻工具而已啊 它才见到一个平台啊 用我们来分析这个平台 对我们的影响是怎样的 所以各位要了解 这次浪潮 是平台经济 所启动的财富浪潮 如果你看到了 并且参与启动 你就能抓住 这张图呢 我觉得很重要 各位来了解 好了 我们先来分解一下 我们在一统经理论当中讲过 从 从古到今 从这个工业革命 到现在电脑科技 和未来的人工智能 任何一次财富浪潮 是有什么引起的 我们抓住本质 都是一个新的技术的诞生 一个新的产品出现 或者一种新的服务 建立了 所以才引起了一次财富的浪潮 你看电脑的发明 智能手机的出现 电动智能车的出现 某一个新产品 新技术 新的服务出现的时候 会带动一波财富的浪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产角 也是要我们能够看到机会 最重要的一个聚焦点 那你现在就想 你今天选择平台的时候 这个平台 它有没有一个好的产品 它产品在同类产品当中 在全球的水平 是不是领先的地位 还有 它有没有很好的技术 这个技术 是不是能够有支撑 第三 它能不能提供 很好的那种服务 在互联网科新 建立空间文明的时候 能不能给我们一定的支持 这是你识别一个机会 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同时说 机会来了 我做什么 那你先看那个平台 这个平台整个的 生态环境当中 这个创始者 他的起心动念 他的心态是什么 所以你了解 每一个平台创始人 那他的想法 不管是马云 对应阿里巴巴 不管今天 马斯克对应的 这个平台 特斯拉 都是一样的 你了解 创始人 他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甚至有时候 他的起心动念 他的想法 被别人说为疯狂 但是看他的想法 所以今天你要审视 你的平台是这样 这个创始人到底要做什么 他有什么样的愿景 他有什么样的战略 他怎么过去的时间 他运营这平台 有没有得到验证 有没有得到事由的认可 有没有产生一个直接的结果 然后投资人的平台的人 到底他们得到了什么 他们抓了怎样的机会 遇到怎样的挑战 具备什么要素 可以借助平台力量 能够帮助自己 实际创造梦想 这都很重要的 那么从个体来讲 从你来讲 你要想真正的 借助这个平台的力量 还是我能说句话 认知啊 你能够看到 能够识别 认知的改变 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用以前的 这种心智 这种标准 来看待新的事物 改变认知 就能发现新的事物 然后要做一个选择 我觉得选择很痛苦的 大多数人为什么不能选呢 他舍不掉过去啊 所以选是舍的智慧 你不能放弃这些事情 人在同一时间 不可能两种思想 你不可能集中在 新的这件事情上 所以他这个选择 是个取舍 你说我今天选择这个平台了 放弃我以前的 舒适区 放弃以前我的习惯入境 放弃我的旧思想 旧思维 旧的认知 我来重新看待 这个平台对我的意义 看待这次浪潮 对我的改变 选择 那选择之后怎么办呢 你还要坚守啊 就像很多人在股市里 为什么亏呢 其实我很少看到有人买股票亏的 你说老师 我怎么满眼的买股票是不亏的 什么时候亏的 你是卖股票是亏的吗 买股票怎么亏了呢 你买那颗是没有亏的 哪一颗亏是卖的亏的 房子也是这样的 很多人说 老师 我这房子亏了 买房怎么会亏钱呢 都是卖房子亏钱的 所以会买的是徒弟 会卖才是师傅 我们进入深海道 怎么出来 今天平台经也是一样的 你说我看这个机会 哇 这个平台太好了 我加入 我投入 我来做 过一段时间 这个平台出现问题了 有些挑战了 你就下车了吗 你就停下来了吗 你没有坚持到那个时候 没有做一个完整的周期 怎么能够赚到钱呢 赚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坚守很重要 但是它跟股市要区别 股市你可能设计好 什么时候止损 但大多数没有止盈 那什么时候止盈 那我们今天平台经济 尤其各位今天 所从事的平台经济 如果可能不了解 你自行一下 给你推荐这个视频的朋友 让你介绍一下这个平台的性质 由于今天你所做的平台 太棒了 你不需要止损 因为你没有任何损失 严格来讲 你没有投资 有时候老师 我拿了三千美金 我拿了几万人民币 我有投资啊 你投资不是投资 你的健康买产品的吗 一家人获得一个健康生活方式 高纸张的生活 从生意来讲 不叫投资 只是这个平台 给了你一个投资的权利而已 经营者的权利而已 所以那个钱 严格来讲 是你的刚需 不叫投资的 你说老师 我这费时间了 费感情 费口舌了 费精力了 过你平时那个 时间精力 不也是被你浪费了吗 你做这个事 不用说别的 就怕你真的一分钱不赚 你在这个学行组织当中 都得到了个人成长 而个人的成长 认知的改变 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从这一点来讲 你都赚大了 各位 所以跟股票市场是不一样的 你看能有哪只股票这样呢 如果这样就 就有问题了 很多人就会掉下来 股票都是这样的 都这样的 要么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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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样的 所以当一个平台这样的时候 你下来了 你怎么得到这样的时候 应该得到收获呢 得不到的 坚守 最后一点 我就是经营很重要 我说过了 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有没有通过改变人之气 识别这个机会 还有 当你手中握有机会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 你有没有真正经营你的生意 很多人说 爱博老师 我们的平台 推荐人告诉我 领导人告诉我 他不是工作 你不用招紧玩武 是 不用招紧玩武 但你得做事情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要做事情 你不一定像那些 真正的做满自生意的创者 拿摸爬滚打 夜以即日 批行待跃 如果你真的拿着上班的 这种时间 来做我们平台生意 你都不得了的 你都在经营你的生意 你看今天赚一个损钱 他做多辛苦的活 才赚那么一点点可怜的薪水 那各位你想象一下 在这生意当中 你已经得到的 或者你看到别人得到的回报 是最好最有价值的投资 所以你一定要经营他 以前呢 我们是一个消费的时代 这个消费经营到来的时候 大家考虑消费吗 那现在跟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时代是经营了一个创业的时代 这时候你的认知 跟以前的认知 必须有所改变 但今天你纵观很多的平台 也是不一样的 你说老师 我确实感受到了 你看现在阿里巴巴是个平台 亚马逊是个平台 苹果也变成一个平台 我在上面有消费 拼多退是个平台 滴滴打车 优步 Uber也是个平台 但你要识别 尽管这些都是某行业 非常优秀的平台 我想在你的国家 你的地区也会有一些平台 各种类型的平台 但你了解 这些平台跟你的关系是什么 什么机会我们说过了 目前正在发生的 但是有将来价值的 叫做机会 你看到了价值 它已经发生过了 对不起 那不叫机会 叫误会 机会有三个变量 第一 客观存在 看得见 摸得着 客观存在 真实发生 第二 与我有关 平台再好 跟你没有关系 也没有用啊 第三 可以把握 你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那对你很重要 阿里巴巴 亚马逊 是非常好的平台 那各位 它是客观存在的 与我有关 如果今天你 早死之前 没有在 淘宝上 开店 你没有赚到钱 没有坚守 没有经营 那跟你有关系吗 你知道是有关系 双十一 跟我的关系 个大了 我买了那么多东西 哪有关系了 各位啊 平台有四种啊 一种是要你消费的 一种给你提供就业的 一种给你提供 创业机会的 一种给你提供 投资机会的 所以你要区分呢 如果今天你没有在淘宝开店 没有在亚马逊 做传统电商 那边平台 你在那买东西 就是消费型平台啊 这个平台对你的功能 好处就是消费啊 滴滴很好 如果今天你不是滴滴的司机 你不是优步的司机 那就不是你的就业平台啊 是你的车 你的消费平台啊 你是拿钱给那个平台啊 也是那个平台 属性对你是消费的功能 京东也是一样啊 你上买东西 拼多多也是一样啊 你就买买买买买 你觉得什么呢 消费 所以那个平台 比你的职能 消费 那像滴滴是提供什么 就业吗 消费吗 两个功能吗 你打车 那你就是消费吗 介绍平台来消费吗 给你提供便捷出行 那你成为司机 那就是给你提供就业机会嘛 最码赚钱相当于上班了嘛 那如果你在淘宝上开个店 那就创业平台嘛 把淘宝当作创平台 我在上面创业嘛 你在亚马逊上面做电商 那就是在上面做一个平台嘛 但各位你知道吗 传统的电商 已经完全进入了一遍红海 你现在这样的淘宝开店 我不是说你不能成功 我不会诅咒你 我会祝福你 但是你自己 也会清楚 他需要很多现行的条件的 胜算 有很大的风险 那很多平台呢 你可以把它当成投资平台 比如苹果对你来讲 他就是消费平台嘛 你在上面揭露他很多云服务嘛 云端的服务嘛 你买他的手机嘛 然后想到各种音乐啊 各种服务嘛 云端的服务 服务平台嘛 但如果你很多很多年钱 那看你什么时候买的苹果五票嘛 对很多公众公司 那你把钱放那里 那编了你的投资平台了嘛 就崩管了嘛 你就赚钱了嘛 这有投资的属性嘛 所以很多平台他有投资的属性 当然了 不是任何一个好的公司 好的平台 当他进入公众市场的时候 你投资就有胜算 还是我说的 什么时候才知道你 赚不赚钱 就是你卖的时候才知道 很多都你卖的时候才知道 看到结果就才知道 但是今天 各位你所经过的平台不一样啊 这个平台 可以说的四种属性都有 第一 他看着消费平台 你把它当成一个消费平台 做最智慧的消费者 可以在这平台上 得到全球最先进的 最优质的这样好的产品 你来消费当中有保障 你有信心 并且他经过很多人 来自全球的验证 那第二 你当那个就业平台 就是每天拿出几个小时 就像上班一样 来经营这个生意 那也至少能得到分工资吧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创业平台 那你把它当成一个大的生意来做吗 就不是走走停停吗 为什么那些做老板 做买做生意的创业者 他们那么用心 那么用力 那么辛苦啊 投资了嘛 为什么今天你走走停停呢 是不是你没有投资啊 你投资不大啊 所以我觉得三五块钱少的 人民币 这三千美金少的 这两个人民币是少的 如同传统生意一样 那做任何小买小生意 不得是三五十万人民币吗 不得十万八万美金吗 那你才能做生意吗 如果你投那么多钱 你会停下来吗 遇到任何状况 你会停下来吗 如果你对公司有信心 你会在他这样的时候 就不做就离开了 不会 你知道是这样的 螺旋是上升的 越是这样的时候 我要努力 让将来有个这样的时候 所以你把它当一个创业平台的时候 你就把自己当一个经营者 你就有老板的心态 经营的心态 我怎么经营这个生意 从平台当中实现我创业的梦想 那同时呢 也就有投资属性 有一些平台可能上市了 像今天各位大多人 所从事这个平台 是没有上市的 但它也是一份投资 你把人脉时间投入进去 将来产生一个很大的价值 这投资吗 从创业救助角来讲 它你带了个金钱 从消费角来讲 给你带一个生活的改善 健康的改善 所以各位啊 在未来啊 下一个十年 我认为真正的机会啊 不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那些公司了 不再属于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创业者 未来的十年 平台经济的时代 是超级平台 加上超级个体 不是所有的平台都可以成功啊 现在我说你跟人家讲 别人跟你说 哎呀 别再跟我讲什么平台了 这平台比阳台都多 但今天要看到 你今天这个平台 到底是怎样的平台 我认为它是一个超级平台 在某一个领域当中 它占有很高的地位 在某一个范围 它占据很好的优势 我们最后再来分析 如何去寻找一个有潜质的这样平台 并且你可以根据一个标准来评估你现在所进入的平台是不是这样的平台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如果今天你找到了这样一个平台 怎么样借着平台来帮我们实现创业的梦想 这个很重要 所以 作为一个真正的平台经济的介入者 参与者 甚至领导者 你要成功只有两个层面 一个你属于平台的建造者 那你要真正建造一个超级平台 得需要你十年以上的时间 而且你有没有这样的资源 我真的是不敢说 只能祝福你 但还有一个机会 你跟某一个平台结合 借助这个超级平台 你成为一个超级个体 你成为一个创富的领袍者 同样可以实现这个梦想 在这平台当中 具有的四种功能 消费 就业 创业 投资 等哪种获利度最大 在消费的基础之上 来经营这个生意 变得当成一个远期的投资 像股市一样 不去炒波段 不是短炒 你每天不用去盯着那个盘就看 今天他住院了 明天他出院了 今天他否定件事情 明天他同一件事情 哇 这股市动荡 你不用看 今天你所选的平台 把它做一个价值投资 长线投资 短期这个事 你都不能看 今天听说他怎么样了 明天的物流怎么样了 后天又怎么样了 你不用去看 你知道长期他就是这样的 一定是这样的 这叫真正的投资的概念和心态 然后就敬应他 那怎么来做呢 怎么借助平台来帮助我们实现梦想 这个很重要 如果今天有这样一个好的平台 他在整个行业的生态循环里边 已经得到了验证 在整个产生当中 融合的光当中 公司已经建了个基础跟实力 并且他有一个更加好的愿景 战略和遥远的未来 非常的美好 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 各位 从公角来讲 他有八大支柱 内部四大支柱 领导 组织 管理 行销 外部四大支柱 资本 系统 文化品牌 这很有实力的 那今天你要做什么 其实要借助平台利益 帮助你 抓住平台经济 赶上财富浪潮 你只需要投资你的人脉跟时间 你就做两件事情 推荐和分享 通过推荐 来建造管道 通过分享的生意 来得到你人生的自由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大多人做什么事情 他也在推荐 他天天讲自己 哎呀 我这怎么怎么样 我怎么样 你看我做生意 我得了房 我得了车 你看我挪得很辛苦 我天天互动学堂 我今天天天伙伴 并肩战斗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讲你 还是以前我们说的 去发现别人的需求 去发现他那心 不甘失败那个心 去从眼里去看那些 还存在一丝的 那份对生活的渴望跟梦想 去寻找这些人 你不是推荐你自己 你是发现别人的需求 然后你推荐什么 或者说你不仅是推荐自己 不仅招自己 更早上是推荐平台 前两段课 我各位一个官啊 你不是首席执行官吗 我们讲执行历数 你叫首席执行官吗 今天你又多了一个官 M老师给你认命的啊 今天你要成为平台的首席推荐官 你的能力是小的 平台的实力是大的 所以今天你的任务就是推荐的平台 你是平台的首席推荐官 你要把公司的基本面 技术面 竞争面 未来的趋势 这些跟他讲成你说明白 永尚老师 我笨嘴做财 我插壶煮饺子 肚子里没有 咱倒不出来都没关系 现在我们有线上的帮扶系统 一会儿再讲 有这么好的系统没关系啊 你不讲没有关系 你把它带到线上去吗 有些地方线下的课堂也很好啊 你带到系统里来就可以了吗 比如说这个生意 这个平台 任何你自己不能够做的事情 都可以暂时通过借力来解决 但得改变你的认知 那个自己认命啊 你得同意这个认命 平台给我们提供什么 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创业良机 那今天你做你要拥有什么 你要借力富能的自由人生 我们来看这个平台 这也是选了一个平台的标准啊 当然我今天总结啊 是所有在各个行业当中平台所属的共性 如果今天你所选的平台具备这个特点 具备这些特征 具备这些优势 那一定是你坚守的 经营的 并且将来产生很好回报这样一个平台 我们有个评级标准呢 先不讲A制吗 你是A吗 无A级的平台 什么样的特征 第一 生产经企 你说老师现在都不讲生产了 不讲虚拟经济了 但今天你要选择组织行销的创业平台 生产生产企业 他最起码 五分满分 无为之的情况下 他最码能得到一分 你说老师 现在有的人搞资金盘 他没有产品 还不签到物理有多问题 传钱 哎呀 风险极大啊 只是传钱风险极大 还很多卖那些 你看似很需要 但实际上不是刚需的东西 比如某种 这个服务 某种计划 那随不旅游啊 随不住酒店呢 那有的东西 卖的时候跟你说的很好啊 哎呀 觉得是有这个需求 但真的不是你的刚需啊 所以说很多企业受影响 今天什么是刚需啊 这次你明星刻骨吧 健康啊 生活品质的改善啊 扛衰老啊 长寿啊 美好的生活啊 青春啊 美丽啊 这是刚需啊 如果这样 你选了一个深海型企业 有实力啊 你说老师 那贸易行不也行吗 从别人拿产品 有风险呢 今天在现场马来西亚 新加坡 你听说过吧 最早 马来西亚不一家公司 有一个像膏药一样的东西 像中国大陆的膏药一样 贴脚心吗 贴脚心吗 贴上之后 第二天看来 啊 根据里边的图形 啊 给你来诊断 哪个病 来给你调整 那这家公司就火了吗 他火了 别人就顺藤摸瓜吗 啊 原来的产品从日本拿来了 然后别人也去进入产品 后来台湾也能生产了吗 就后来把贴脚的一个东西 这些公司都做贴脚了 他不是自己生产的 他是贸易型的 谁都可以进货的 你到一定阶段 会有风险的 所以5A级的平台 第一个 你看他是不是生产型的企业 现在不是所有的企业 都能够有能力去生产 尤其是智能化的生产 高科技的生产 这个不容易的 第二 他的技术 是不是独有的 自控的 很多人是从人买了技术 甚至很多人是 模仿的 没有自己的研发团队 没有自己的技术支持 没有自己能控制的 这些技术 也不行的 那大众化的产品 那是淘宝什么 很多产品都一样 同纸化了 没什么特别 别人会问 我干嘛用你的产品 你的产品到处都是 所以今天你选了平台 这个平台最好有 自控性的技术 今天他的研发团队 他的产品 主打产品和产品 现在建立都是建立了 很高的技术的层面 来思考问题 并且是自主控制的自由 第三个 这个平台 他的商业模式 有没有竞争力 他的分任方式 有没有潜力 这个很重要 他必须有个竞争型的模式 因为商业是竞争的 所以就希望你自己选的平台 能在竞争当中 不但力薄头筹 还能够 持续优势 长久的 能够在某一个领域当中 具有霸主的地步 我们叫头部企业 跟进者 只能分一杯 跟而已 只有 头部企业 是会占据很多的行业的空间 所以你要找这样的企业 在这个领域当中 他属于头部企业 很少有一家公司 一个平台 能在短期当中 能够建造这样一个头部企业的 但今天我恭喜你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 你的选择 都是选择这样一个的行业头部企业 一个给我十亿美金 描向更高描 甚至二十亿 三十亿 五十亿 甚至一百亿美金 这样一个 具有经营力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第四个 它是不是一个国际性的商机 这个很重要 就我常讲的例子 你今天开一个饭店 觉得很好 现在我的客人 有一个从山西来的 一个女企业家 非常兴奋的 艾莫老师 我把麦当劳干掉了 哎哟 恭喜你 怎么干掉的 他你不知道在我们的太原吗 我的店呢 对面就麦当劳 天天来我这吃面的排队 她的chimer不排队 她把麦当劳干掉了 哎呀 麦当劳是看全球 四万家走的店 均衡的这样的利润呢 所以他成为五百强企业之一嘛 那你那个面馆可能是 厨师不错 口感不错 大多认同 确实排队 你怎么说把它干掉了 你空间太小啊 局限性的 云上老师 我今天选的是我们这个国家 或者这个地区 number one 最好的企业 但它没有国际化呀 万一出现某些问题 它经不起啊 有波折啊 所以今天你选择公司 一定是国际型的 这种商机 这个很重要啊 你看今天你想想 这些大型的国际的企业 哪个不是国际化的 必须的具有国际型的 这种商机 这个才重要 它空间比较大 而且尤其做我们组织行销的 拿全球的这种 生意的机会啊 全球的不同货币啊 全球的收入啊 国际型的商机 最后一个A 它的成长空间大不大 有很多平台有天花板的 有很多机会有天花板的 到顶了 那你看这个生意 它的产品的实用范围 它的商业模式的接受程度 它的国际化所提供的 拓展空间大不大 我们叫成长型空间 这个很重要 这才是五维级的企业啊 生产型企业 自控型技术 竞争型模式 国际型商机成长型空间 你具备这个 你的平台就具备了5A级的标准 5A级的标准 武力就俱全了 那就是超级平台嘛 但你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 借力赋能的自由的人生 你要成为5A级的个体啊 平台太大 但个人很弱 你记不到平台的力量 你个人能力很强 但平台很弱 你个人能力得不到发挥 才能得不到施展 梦想不得已实现 所以超级个体 在寻找什么 这个集结令 在寻找超级个体 让老师我这个 不是我 哎呀自我贬低啊 我这个确实没能力 没关系 我来看一下你能做什么 看一下团队 大家互相能做什么 看系统帮你做什么 这很重要 第一个你就选择嘛 这个你会吧 选择干这件事情 从今天开始 我就进入这个平台 把自己的刚需放在平台上 你就是个决定嘛 其实有时候做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决定 不管你赚白美金 还成为钻石 还是过三拉自由的人生 就是一个决定 我今天决定了 就是选择 决定就跟随嘛 跟随什么 跟随的平台嘛 跟随系统嘛 跟随你的上级领导人嘛 那这件事可以做吧 危机的第一个也具备了 选择 你不选择平台帮不到你 伙伴帮不到你 系统帮不到你 你要选择 选择就你做一个决定嘛 第二什么呢 经营 当机会拿出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选择了 而你是从我有机会 你做了什么 你可以 拍拍这里 我在 我一直在经营我的生意 经营不是自己使蛮力 经营不是靠自己去摸索 经营不是 不撞南墙不回头 经营是什么 简单相信 听话照做 跟随系统 全面复制 这才叫经营 你自己的努力 必须建立在跟随系统的基础之上 而不是自己的摸索的基础之上 所以你的努力 是在系统的指导前提下 这样的努力 才会有效率 才会有结果 纪别DRA了 评估一下 第三个是坚守 任何有价值的平台 都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所以这四关你要过 面子关 冷嘴关 业绩上下关 人员进出关要过 在他弱的时候 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是前进当中的问题 这个时候你要坚守 矫正 跨越 你不需要等待 等待不孝时间 去跨越 去矫正 去克服 既然是一个你都能看到的这种困难跟障碍 我们不忽略别人的智商 他们也都能看到 那就看谁能跨越了 人类所有的财富都躲在问题的后边 谁解决问题 谁就获得财富 第四位 拓戒 拓展你生意的商业的疆土 这时候需要你有眼光 你要有战略 没有没关系 你选拓战略 你选拓战略 跟随那种有眼光 跟随系统战略 平台战略去走 你同样能成 最后要倍增 你现在一个人是小 你的团队几个人也并不多 但没有关系 这个生意是借助杠杆的生意 借力的生意 回头你看一下我们以前讲的互动学堂的课程 怎么样借助杠杆的力量 它产生复利的这样的平台 这样做的话 你才能发展的更好 所以这个结构图 我认为对各位来讲非常的重要 今天你就要上任了 你是平台的首席推荆官 从今天开始 进入这个分享式 生意的模式当中 在平台经营当中 能够创造真正属于你的财富 进入这样一个财富的浪潮里面 才能真正的得以发展 所以各位 大家想不想成功 大家想不想进入平台 抓住的是财富的浪潮 想不想 每个人都想 好了 那现在呢 让我们进入香港的直播现场 太棒了 终于香港现在允许 这么四五个人的聚会了 如果更多人的时候 艾末老师有几十个现场游戏 给各位准备好 来参与 好 我们现在呢 来一个比赛 就是扳手腕的大赛 现在是香港赛区 我先宣布一下比赛规则 这个两位选手啊 分别位于坐的两侧 现在可以坐下来了 然后讲 右手放在比赛指定的位置 就坐得上 右手 两个人的右手 大拇指呢 紧紧相扣 来 太棒了 你们都规定好 手势 我不知道香港这个班首二 我们中国大陆北方叫掰腕子 这都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你们什么规定 手势放在桌子上 还放在下面呢 都没所谓 没所谓 那你就放下面也行 有的下面有神器 能够助力 有的人把桌上当成平台 也是动能啊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场那个学员想参与啊 哎呀 这是好的机会啊 一有比赛就会有输赢啊 就会有奖励啊 你们两个人 有一个人自愿做A的角色 举手确认一下 哪位做A 另外一个是做B了 这是A 另外一个举手是B啊 好 现在看不出来是随赢啊 没开始比赛的啊 那现场的我们的学员呢 你可以选择 你是投资A 还是投资B 就你把你的角色当成A 你是站在A组 还是当成B组 好了 在A组的G组确认一下 这么多A组啊 B组的G组确认一下 成为B组的 中间呢 Harris跟我们当残判了啊 比赛时间就三分钟好了 看三分钟 我们能来几个回合啊 随赢啊 那还占有两位钻石 Patrick跟Vincent 那Patrick你代表平台吧 Vincent你代表系统 那这两位是我们团队当伙伴呢 那他们俩比赛 谁获胜的时候 平台跟系统 要不要奖励一下 要 今天我们奖励方式 就简单一点吧 你们有没有带这个港币啊 人民币也行啊 现在香港也可以花人民币了 人民币有 人民币有 来提问的奖金吧 系统平台给你提供奖金 好了 太棒了 那生的人呢 平台给他奖励100 这个系统给他奖励100 来 这个 残判员发令之后啊 随先把对方的手扳倒 扳倒什么概念 手背碰到桌面啊 那你随早就让扳倒 你就获胜了吧 获胜就可以去领奖金了啊 好了 准备 开始 哎呀 势均力敌啊 啊 胶着状态 互不相让 哎 吃奶力都使出来了 哇 哇 还在坚持 真是厉害 哎 加油 哪一组啊 A A组获胜平台系统颁发奖金 好 100 哎呀 太好了 好 再来 时间还有啊 第二局 晕下气啊 1 2 3 开始 哎呦 获胜了 A组 哎呦 你选手 哎老师我现在选择A组 我不选择B组了 现在接了还有一半的时间还有一分半时间 你怎么就知道B组不能获胜呢 哎 B组一个掌声 欢呼声 来给颁奖啊 平台系统给颁奖 翻罚奖金啊 哎呀 这太好了 获胜的感觉 我太棒了 真金白银呢 你冲着看一下 你冲着灯光看一下 哎呀 太棒了 好 我们还有点时间啊 还有一分多时间 康子来一局 第二局 第三局 来 运好劲啊 调整一下手的位置 脚的位置 当然注意安全呢 否则后果自负啊 有的人搬手安光当中骨折了啊 注意安全啊 准备 开始 加油 加油 yes 方才变了 自己叛变了 哎呀 我不是B组 我现在是A组 你看你这把输了吧 好 有系统平台颁奖 好 谢谢颁奖 哇 太棒了 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啊 我估计还能进行一局啊 看俩这一局的胶着程度 来准备 剩最后的时间了 因为总体时间三分钟之内嘛 好 运好气 调整好 准备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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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不叫加油了 充電電動車了 充電 加油 以後都說不用去加油站了 都是充電裝了 哇太膠著了 勢均力敵 都想贏了 哇 我都咬牙給你們使勁 我清醒了 你看 以後的氣候 我都給你們要瘋子了 哇 太膠著了 哎呀 看到最貴你是半首二 兄弟兄弟 神悲大叔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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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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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移到金火鍋 移到金火鍋 啊 秀吉肉 哎呀 黑兵 哈哈哈哈 哎呦 仙長的觀眾非常緊張啊 哇 把他搞定 快點快點快點 移包 移包 移去移包 把他搞定 1 2 3 1 2 3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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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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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觀眾 不管選了哪一組都捏把汗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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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ry 你是系統的哈 好 來 給我們看一下 系統的力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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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鐘了 一分鐘了 一零不遠 要不要充電吧 一會兒要吃宵夜了 哈哈哈哈 这个姐给你去吃大白糖了 补一补 一 二 三 三 我来到第一次了 我来到第一次了 七少爷 七少爷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系统平台颁奖 大奖金了 随着获胜者 好 我们给两位学员掌声鼓励你们 谢谢 你们都真是 都想在这次财富浪潮当中拿到钱 好 好 请两位钻石上场 好 现在由这个B组代表平台 请代表平台的B组学员 其手确认一下B组的选手 B组 就放在比赛这个B组 放在比赛这个B组 B组 你代表平台 来 另外一位A组学员你代表系统 代表系统 好了 由这个还是拍出一个位置代表是A组 温森呢 你代表这个B组 我们进行下个论也是三分钟 放在时间你们俩就抄了 已经抄到五分钟了 好了 那我请问代表平台跟代表系统量学员 如果他们俩这个有谁获胜 你们愿意代表平台跟系统来奖励他们 你们愿意吗 那把那个奖金拿出来吧 太棒了 好也是三分钟之内 看谁这个能够赢 谁赢的数多 来准备 开始 好颁奖 平台给100 系统给100 恭喜B组 来 再来 三分钟之内 看谁赢的 谁能赢 谁赢数多 来 准备 开始 好 系统平台颁奖 好 好 准备 开始 好 系统平台颁奖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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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系统变台颁奖 来准备 不能看体型 要看体力 准备 开始 这演示结构很重要 准备 开始 来准备 开始 好 颁奖 发奖金 描解周算 准备 开始 颁奖 还有最后30秒钟准备 开始 好颁奖 还有最后30秒钟准备 开始 好颁奖 发奖金 准备 开始 颁奖 最后20秒准备 颁奖 开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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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靖 时间到 好 尽量学员坐回原处 三十站的后面 你们A主B主 你们两个人 用一两句话谈谈体会吧 方才你看到你俩比赛 跟两个专制比赛 你谈的体会有什么心得 在这个游戏当中 你悟到了什么 你学到什么 悟到了 刚刚第一就是很势力 非常势力 但是看着赚什么 比赛就觉得 他们是不是有合作 花这么多钱你才学到 A主呢 对 我都觉得 我们自己真的是 过之用力去比赛 但是我觉得 看他们玩 是大概有个合作 大概能够赚最多的钱 哇 掌声鼓励一下 好 我们感谢香港的支部现场 感谢香港的联导 感谢香港伙伴 认真参与游戏 玩这游戏呢 给很多在线的朋友 一个巨大的启发 好 我们现在回到主屏幕 哎呀 班首万大赛呀 传统的声音呢 就是我想干掉你 你想干掉我 两个人呢 就磕上了 最后呢 赢得非常辛苦 几乎赢了 赢得很少 其实平台经济 主的行销 最终的目的是 两个能够合作 当两个人合作的时候 都想让对方赢 那么就会从平台 从系统里 得到最大的收益 下一堂课 我们再见